127 金融時報 金昌農商銀行榮獲政府多項獎勵 2015年7月13日新聞04凡小林筆小刊本報信金昌農商銀行 以服務員會經濟發展為己任,加大信貸投放力度 為當地經濟發展、推進成振化和農民收入的增長作出了突出貢獻 至去年末,該行各項貸款餘額84.31億元,貸款餘額及增量繼續穩居當地20家銀行機構首位 被中共南昌縣委、南昌縣人民政府授予經濟發展先進單位 新增貸款總量最高漲、中小企業融資服務長、資農服務長和財稅貢獻獎等多項持榮 在實現自身長足發展的同時,始終不忘回報社會 熱心公益事業,持續為社會創造財富 據統計,2014年全年該行納稅過億元,成為納稅大戶 借助江西省聯社百福慈善基金,支助一千元名貧困高中學生 共捐獻18萬元,完了他們的大學夢,設實做好掛點扶貧工作 多次前往南昌縣塔城鄉納上村開展幫扶動 做到資金幫扶與智力幫扶相結合 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充分肯定和納上村的一致好評 那昌農商銀行推進金融服務三大工程建設 通過優化農村支付服務環境,全力搭建普為金融服務直通車 至2014年底累計發卡量36.5萬張,累計投放轉帳終端128台 開通企業網銀,個人網銀12000戶,報放自助設備49台 鄉鎮自助現金設備覆蓋免達95% 開通手機銀行1.3萬戶,范小林筆小罕 開通手機銀行2.6萬張,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